你是谁 为什么你会和向庭东长得一模一样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你们 不能不讲道理 好 那我就跟你讲道理 能小心 看在你是我哥妻子的位 今天我只给你一个想的教训 今天我拿回这块地 我是不可能回去的 你这么想要这块地啊 那你给我赌一圈 你说 程小姐 我不希望向家在你随着知道我的存在 我以后又不想看到你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路德人当年把你丢到了水里 你也把他送进了监狱 南南 亭东 亭东他去南洋出差了 还没回来 你怎么会有这个令家 你告诉我 谁给你的这个令家 你告诉我 你真的要去找那个人吗 实在不行 将婚礼人气吧 这是奶奶的心愿 找我什么事 我想请你 假扮一个人 我能假扮谁 想听懂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不送 是真的没法再好好谈了吗 你胆子比以前更大 我会找人替你收拾的 你都敢开车撞人了 我刚刚也是为了救你了 我真的需要你 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你可真够执着的 带不走命 我就是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去吧 你是什么人 寒山先生 您怎么在这儿 难道千方百计想接触到的寒山先生 就是想停动 看来 是时候向前迈进一步了 你终于醒了 我现在跟他像 要不要 你自己决定 我要 因为帮我 你抛弃了过去的所有 抹除了自己存在过的遗弃 你确定我只是为了帮你 我们拉钩 拉钩也是契约 不管有用灵 合作愉快 到了唐城之后 我会教你如何成为向庭东 一切顺利的话 就可以举行我们的婚礼了 所以你跟向庭东 到现在还没结婚 你要成为他的第一 还需要内心 你需要模仿他的签名 你居然连自己的模仿的意味 小姐 老夫人今天出院了 一直在找你 我今晚有事地回一趟像家 在我回来之前 你可千万别乱跑 庭东 怎么还不回来呀 老夫人 小姐 孙少爷回来了 你刚刚说 孙少爷回来了 看来我真的可以一家乱战了 我不是说让你别乱跑的吗 你怎么突然来了 哪有要结婚的新人 新郎在结婚的前一天才回来 在我跟你哥身上 没有什么是不合理的 反正你早晚都要见向家人 总算也是应付过去了 这是结婚院的婚件 试试吧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你和向婷东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你背后的苦衷 也许我能帮你 这个时候你还担心 我会害你 程车 你我本无差 没有谁比谁的目的更纯粹 我不在乎你背后的目标 你也不要过问我 到底想要干什么 曾好 别被其他人发现 明天就要结婚了 早点休息吧 别紧张 我们之前排练过 我愿意 我愿意 希望下一关 也能平安度过 奶奶 请喝茶 还给你什么茶 怎么回事 长长 你和烟鬼有什么好价 听东 你到底为什么 我向听东碰了大烟就是错 奶奶 这件事也有我的错 你要把去连我一起打吧 奶奶 你要打就打我 别动他 每次都转过 你没事吧 怎么了 你这样做 何必 你把自己搞成这样 到底是图什么 反正不是图你 又想让我干什么 我想让你帮我 找一把钥匙 找什么钥匙 向亭东 在丰隆银行 还有一个保险柜 但这个保险柜 可能藏着我十五年 都想知道的真相 十五年前 一群恶促 闯进了父母的治疗实验室 被迫他们交出药物提纯的研究手 我当时躲在衣柜里 看不见凶手的领 我清楚的记忆 凶手的手上有一个疤 还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领夹 和这个领夹 跟向亭东 也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太想知道 这个领夹的爱丽了 我既然愿意用你的方式 跟你约法三章 我就一定会信守着 你能不能别走 叶燃 对不起 从今儿后 我百分之百地相信 你做的美一件事 照片上的女人叫萧萧 是新心灵的老板娘 一直为人低调 这些年 新生也确实每个星期 都会去新心灵展开 向亭东每次去新心灵 都会跟萧萧跳这支舞 我知道跳舞很难 但我可以教你 我似乎已经有点分不清楚 我是在等那把钥匙 还是 我在等她回家 你终于回来了 萧萧那儿有没有收获 萧萧这个人不简单 我今天差点露馅了 你没被发现破绽 安全回来就好 那你们男人 都喜欢什么样的呀 那你觉得 我怎么样 不怎么样 是萧萧 她约我今天晚上 去新心灵灵见面 我的计划就是 她十点钟之前 一定要回来 我在她肩膀上 留下过丸 安宁 你的手掌比她粗糙太难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终于 这次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我跟向灵灵确实不一样 我可不懂得什么叫联香西 我想要的钥匙拿给我 反正新心灵 你也出不去 我不能用她的安危来赌一个可能 我要去看看 我要的不仅仅是那把钥匙 我要的是她活着 平等总归会醒的 你和依然的闹去 不能再继续了 你的手上 竟有和当年那个小女孩 一样的伤口 不要 其实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只是你不记得而已 程彻 这是何等的缘分 你的伤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来 是把这个给你 谢谢 亭东就要行了 我想要的东西也拿到了 我们之间这场 闹剧 盖书长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去告诉邓先生 刚刚向家孙少奶奶 取走了向亭东 放在保险柜里的东西 小姐 您刚才去银行的时候 叶然来过 收拾了些东西走了 怎么突然追过来 还没来得及跟你道别呢 一路遍 保重 山有崖 海有边 山是寒山 寒山就是向亭东 那这个海 就是萧萧口中所说的黄海 向亭东的这个林家 灯大海也有 那他既有个 就是灯源杀害我父母的凶手 萧老板 我需要清楚了解黄海这个人 这帮人每个月都会开一场 不对外公布的福祭会 那这个月福祭会的发起人 就是寒山 时间 明天 被向亭东的夫人 也送上邀请海 明天我就是寒山 我就是寒丁冬 长城 你怎么在这儿 刚喊一夜 邓大海就是黄海 他邀请成车过来 到底是想干什么的 让定位清醒 夫人 出门在外 还是得以大局为终 寒山 你疯了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是啊 我是 请让你住回 海哥 搭公快回来了 要是真出点什么事 你能交代 改天给海哥赔个不是 你之所以答应我 去扮演向亭东 是为了他寒山先生的身份 你早就知道了 邓大海的真实身份 亦然 那你呢 拿到钥匙之后 是不是已经找到 杀害你父母凶手的线索 邓大海了 是不是他还不能确定 不过我还要再确认一下 他手上到底有没有吧 我就算今天杀了你 我也没有错 少少 佳正 正常 你冷静一点 刚刚你为什么把我打瘾了 我要是不打瘾你的话 你跟香万一开下去了 他们杀了我的父母 我不该开 既然我们目标明确 为什么不从长计议呢 你是我什么人 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我是 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我丈夫了吧 这个 我忘不了 我们之间不愿是逢场作戏而已 我知道 颜颜 对不起 肯定我不能 要走 重车 他回事呢 一个神圣门秘的干什么呢 要见面了 我的孙女少来 怎么还没回来 你要是还将见到活着的他们 就赶快来找我 八公就快来了 是会留下真的像庭东 还是留下另一个 我们是值得彼此信任的 搭档 他 他叫叶燃 是向庭东的双胞胎亲兄弟 你再敢动我的人 这最后一把子弹你吃定了 真正的向庭东 现在就躺在对面楼的诊所里面 你们都是谁 你是谁也不重要 他是谁很重要 虽然我很欣赏你的忍耐力 但你今天要不说出实情 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有什么本事 冲我来 别动他 林永生和神万英 也是我的父母 他们曾经 研制出了一种无语文笔的药 我想 这正是你所需要的 一个月之后 你很快就能见到我 一个月之内 我要看到东西 他交给你了 叶燃也还没有醒 不管是在云州 还是来唐城 这些年 他一直孤注一致 要完成的事情 就是要将这帮 于国不忠 于民不义的狗贼 连根霸气 我在你房间里 放了一样东西 那是你父母当年留下的 是研究药物 提纯技术方面的 这个是这个月 伏计会的邀请函 你醒了 你想跟我离开 你现在身体还没有 该立刻离开的是你 欢迎二位 成车 你来干什么 我可没邀请你啊 八公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 我做出来了 这货跟之前的就是不一样了 我马上有 是不是你干的 要不是八公讨厌兄弟内空 希望我们好好回座 我真的快帮了 这帽子用的枝段 是南洋的海岛丝容 程小姐 这个货被大海毁了 再给我一份新的 我准备一份新的 我们不会耽误 这个你放心 大海弄丢的麻黄 至今没有下落 没有麻黄我就出不了货 云州正好有一批麻黄 我盯了很久 交给你 我明天就要去云州了 你要在家照顾好自己 我等你平平安安的回来 等我回来 你怎么突然过来找我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没事 那你知道 红色蔷薇花的花语吗 红色蔷薇花的花语 我正热烈地爱着你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 我给何美书的手册里面 做了一些微妙的改动 到时候他们做出来的成品 一定有问题 八宫势必会失去耐心 到了 不然你亲自去制作 只要我能进去 就一定有机会 把工厂的地址送出来 我还是觉得这样太冒险了 就算你能亲自送出来 八宫一旦达到墨 绝对不会放回 这一次 是有去无回 宁然 你小子算起我 这里交给我 快去救城小店 城城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 让我好好回来 好吗 共度难关 彼此信任 我就是叶然的妻子 那往后的人生 就希望夫人能够继续与我 共度难关 相互信任 白手不理 白手不理 苍天奸诚 我还是能够继续了 我才能够继续